大家好 我是阿密斯的怡婷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 想必老师们都受到了惊劳 我们注意的传承不能停啊 是吧 各位老师 今天呢 阿密斯的怡婷 就要来跟老师说 怎么使用远距教学 因应COVID-19 疫情持续严峻 教育部发布规定 5月19到28号停止到校上课 改采居家线上学习 不过为了让族语学习不中断 圆明会特别制作 原住民族语老师 线上教学操作指南及影片 下载操作手册跟影片 在手机或电脑下载 并安装软体Google Meet 就可轻松建立线上教学群组 那我们也特别的来制作了一个 叫做族语的线上教学的操作指南 那包含我们制作了 这个纸本的这个操作的指引 也拍摄了一个如何来操作使用 我们的线上教学的平台跟程式 也拍摄了影片 我们都把它放在族语一乐园的网站的首页 圆明会强调学生连进来上课后 老师们可用手机拍照或截图 传给学校教学组长 就可证明课程进行顺利 学习族语不烦恼 除了族语线上教学 圆明会还指出目前正跟原文会 教育部等单位协调 将以频道征用模式 在电视频道提供高中以下教学节目 那我们考虑在停课期间 来协调教育部 来协调相关的这个部会 包括NCC 比照这个频道征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 一点半到四点半的这个时段 也可以开辟提供高中以下教学节目的服务 无论它在家里有没有平板 有没有电脑的设备 还是可以透过电视的这个频道 来做线上学习 推动族语学习 军明会过去增设族语多元学习管道 如今碰上疫情非常时期 鼓励民众多多利用网络资源 学习族语文化 让语言传承不中断 原时新闻 台北市采访报导